大家好 这期节目呢 我们把两个事情放到一块聊一下啊 第一件事呢 就是两会的新闻发布会啊 对外公布啊 今年的两会开完以后呢 就是把这个总理记者会啊 取消了 而且以后几年呢 也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 这个消息出了以后啊 国内外哗然吧 就是有很多媒体啊 也在猜想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个人呢 也看了很多有关方面的报道 那么我觉得呢 实际大家啊 也都是过度解读 这个事情从李强担任总理那天起啊 就决定了将会有这样一个结果 那么这个每年的两会总理记者会啊 可以说在中国呢 已经实行了有30多年了 这个也是全国两会的一个亮点吧 因为两会的很多长篇报道呢 一般人呢 也是看的云里雾里 但是每年的这个记者会上啊 由于这个记者对总理的提问呢 它都是非常具体的问题 那么每一届的总理呢 也都做了比较简短的回答 这个反而成了一个两会的亮点了 就是下年的政府执政呢 可以说总理在这呢 简明额要的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实际这个总理记者会啊 反而是能让老百姓啊 把握一些两会的动态吧 我觉得以前这个总理记者会啊 能坚持30年 证明它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但是习近平执政的这几年啊 特别是后几年 因为他把李克强的权力啊 不断的挤压 李克强心里头呢 也非常的不爽 但是他在权力场上呢 他又斗不过习近平 所以李克强的最后这几年啊 每年的两会记者会呢 成了他发现对习近平不满的一种场所了 特别是他说那个中国人 还有六亿人啊 约收入不足一千啊 那个事情很打习近平的脸 因为习近平宣布啊 中国已经全面脱贫了 但是李克强讲出的这个事实呢 跟习近平所想营造的这个身世啊 是截然不同的 我想李克强的这些表现啊 习近平也是非常不满意的 所以李克强退休以后 那么短的时间就意外身亡啊 也许跟他最后几年 发现对习近平的不满啊 有一定的联系 那么我们现在说到李强 在他上任总理的头一年 开这个两会 他就取消了这个总理记者会 那么他为什么就要去做 我看很多人啊 都是从这个政治斗争啊 从这方面去说啊 我觉得跟这个政治斗争啊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现在在中共的最高层啊 就是习近平说了算 他掌握了一切的权力 李强怎么敢挑战他呢 另外我们要看啊 李强的出身是啥 他凭什么当上了国务院总理 就是因为他以前是习近平的大秘密 他让习近平认为他是放心的嘛 所以才把这么重要的岗位呢 交给了李强 在民间大家都知道 这个秘书呢 就相当于太监嘛 那么我们可以明确的说 这个李强他身上呀 就是具有这种奴才的特性嘛 特别是习近平这么强势的主任 不要说习近平就要求他了 按他以前的这种秘书出身 他就有这个察言观色的本领嘛 他所要干的一切工作 就是让主子放心 就是让主子安心嘛 所以他怎么会想着 把国务院工作去干好呢 对不对 你看他当上总理以后 国务院的职能很快就变了嘛 就不是一个制服机关了 成了一个习近平的办事机构了 就是专门执行习近平的命令的这样一个机构了 所以我们还指望李强能干什么呢 对不对 他本来就是习近平的一个奴才 他现在当了一个最大的奴才 可以说他的一切权利啊 都是他这个主子给他的 他怎么可能不维护他的主子呢 况且这种奴才 他是很了解主子的心思的 所以你看他当上总理以后 首先是让主子放心嘛 我不需要国务院的权利 我干一切事情都是为了讨你欢心 那么一样把这个事情放到两回后面的这个总理记者会 他也是要让习近平放心啊 对不对 因为上一届的总理李克强呢 在这个会上胡说八道 让习近平非常不高兴 那么他怎么可能去干一个让习近平不高兴的事情呢 所以啊 我看大家分析了半天啊 说是习近平直接把这个会都取消了 因为以前的总理啊 太能说 上去胡说八道 那么像李强这样的水平不高的干部呢 上去说不好 也丢习近平的脸 好多人是这样分析的 我个人呀 刚好看法跟这不一样 我们从李强的这个奴才出身来看啊 也许这就是他主动请辞的 就跟那个电视剧里头说的 成切做不到呀 对不对 他就给习近平明说了 这个总理大记者会啊 没有必要去看 因为总的方针总的路线呢 都是您定好的 我再去开这样一个记者会 完全没有必要嘛 对不对 所以取消这个两会后的大记者会啊 可能就是他主动弄的 而且他为了给主子表忠心的 不但这届我不弄的 往后几年 只要是我当总理 我都不开这个总理记者会了 您就放心吧 我是您最忠实的一个奴才 所以啊 大家要从这个角度去想啊 也许呢 什么仪团啊 都能解开 我们现在看这个外面上啊 说了很多 从这个政治制度 从那个斗争派系去解释了很多 但是恰恰没有想到 李强跟习近平是什么关系 是主子跟奴才的关系 实际李强只是做了一个奴才 应该干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过多解释啊 好像把他想的也太高大上了 他只是一个奴才而已 有关这个取消总理记者会的事啊 我就这样简单聊一下啊 也许我说的未必准确 但是我的这种解释呢 也是给大家啊 提供了一个思路吧 那么我们讲这个第二个事啊 这个是确确实实的事情 就是外国人啊 是真的不去中国了 这个对中国的伤害啊 是非常大的 陈德山啊 我的一个朋友啊 从上海回来 他就说他的感受啊 上海现在见到一个老外啊 也非常难了 在这个普通国际机场啊 这个外国人啊 可以说是稀稀拉拉 那么真实情况有多惨呢 如果我们不看到这个统计数据啊 我们可能还感觉不到 这个差距有多大 现在呢 有一个统计 他是这样说的啊 2024年的头两个月 中国的入境人次呢 只有一万人 这是人次啊 可能一个人去了几趟 那么一次呢 就算一人次嘛 只有区区的一万人 我们再看一下啊 2019年的时候 头两个月数号呢 是370万人 这个差距是多大呀 而且今年这入境的一万人呢 80%呢 是拿到港澳前去 可以说还是中国人嘛 另外的那20%里头呢 还有海外华人嘛 那么真正的外国人 那可能就是趋之可数了 你想想 这个可怕不可怕 在一个世界经济大循环的时候 没有外国人到你这个国家去了 那么证明啥呢 这个脱钩锻炼 已经到了很严重的时刻了 大家再回想一下 在中美关系出在蜜月期的时候 你看看一天从美国 飞中国的那个飞机 哪天不是满堂堂的 对不对 现在呢 没有了 北京大型机场 包括上海的普通国际机场 都是冷冷清晴 那么为了应对这种形势啊 上海这两天呢 推出了一个举措 就是所有的外国人啊 入境上海呢 免签30天 这是上海着急了呀 它作为一个外向型城市 它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 没有老外来了 你叫什么国际大都会呢 对不对 所以上海是最先挺不住了 就搞了这样一个举措 外国人到上海啊 30天免签 如果有特殊情况呢 还能延长 但是我觉得这个政策啊 没有什么吸引力 因为你中共前一段时间 才修订了什么间谍法 按照那个法 所有的外国人到了中国呀 你只要有一点问题 甚至是思想问题 都有可能按间谍把你抓了呀 那么谁敢去呢 因为在所有的罪行里头 这个思想犯 这个言论犯 是最可怕的罪行 也许一个外国人到中国去 他可能看不惯某一件事情 他发了一些牢骚 那么可能就被人举报的 说他是一个外国界 就把他抓了呀 对不对 所以你从国家的外交层面 从这个司法层面 不解决这些东西 不给外国人一个宽松的环境 谁敢来呢 人家又不是必须到你这来 所以现在大家要认真地看到啊 外国人讲的这个脱钩锻炼呀 它不是一个概念 它是真真实实已经发生的事情 现在你看李强在各个场合说啊 中国的大门要敞开 吸引万字来 有没有人来 对不对 因为人家对你啊 已经彻底失去了信心了 现在呢 有一个比方啊 说的是非常好 就是毛泽东时候的那个 闭关锁国呀 是大门从里面关上的 这个钥匙呢 还是你中国人拿上的 你只要想开这个门呢 你把这个锁子打开 你把门打开 这个大门就敞开了 外国人就能进来 但是这次的闭关锁国呢 是不一样 是外部世界要跟你脱钩锻炼 这个大门是从外面关上的 锁子挂在外头的 钥匙是被外国人拿着的 人家不来开这个锁 不开这个门 你这个就开不开呀 我觉得这个比喻啊 非常形象 这就是这些西方国家呀 现在达成的共识 跟你中共脱钩锻炼 这个大门开不开 是不由你中共说了算 是要看别人愿不愿意来 好吧 这期节目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 如果你喜欢江泰公频道呢 请订阅点赞分享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